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本反战小说 美国作家本方登的漫长的中场休息 这本小说一经出版就收到了来自纽约时报在内的各大媒体的如潮好评 著名导演李安只是读了个开篇就决定将这个故事搬上大荧幕 没错正是电影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名19岁的美国男孩比利林恩 他和他所在的B班士兵在伊拉克战争中赢得了一场胜利 所以一夜间他们就成了美国的英雄 为了展示一战成果 布什政府把他们召回国 让他们在感恩节那天参加超级晚的中场秀 和比昂斯等等娱乐明星同台 所以这本小说就被翻译成漫长的中场休息 但其实呢整本小说当中没有一件事是漫长的 让主人公比利林恩成为英雄的那场战斗只有三分四十三秒 一场热闹喧嚣的中场秀也只有短短的二十分钟 吃饭的时间很短 休息的时间很短 记者会也很短 和球队见面的时间那就更短了 通通不过是几分钟的事情 然而从我们的主人公比利踏入球场的这一刻开始 作者本方登便极尽讽刺之能事 将一盘奢华的纸醉金迷的大餐端上了桌 用他巧妙的笔法将这些分分秒秒 无限的伸展和拉长 在他的笔下 这场喧哗的中场秀就是美国梦的终极缩影 是超现实主义的大杂烩 他将好战必胜的心态 美国优越主义 以及隐晦的情色乱炖成了一锅 然后呢 又将一个刚刚经历战争的年轻士兵 砰的一声 丢进了这锅大杂烩里 剪出一地的荒谬可笑 在这场二十分钟的中场休息当中 真正的漫长不是球赛 更不是中场休息 而是主人公比利林恩 内心的挣扎和煎熬 那么下面就请跟随我一起 进入这个漫长的中场休息 B班站在自主餐台前 长长的桌子上摆满了琳琅满目的食物 既有传统的节日美食 也有新式菜肴 就好像星期天杂志增刊上的广告那般 光芒四射 比利林恩昨晚喝了太多的酒 早上醒来头痛欲裂 这会儿 他从架子上取下一个干净的盘子 觉得自己快吐了 邀请他们来超级晚的时候 达拉斯牛仔队的老板 诺姆吹得是天花乱坠 可是 等他们真的到了德州体育场 却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 似乎只是临时抱佛脚 所有的安排都介于敷衍了事 和糟糕透顶之间 关于中场休 也一直没有消息 我们能见到拉拉队吗 哦 比奥斯的 我们能够见到比奥斯吗 中场休的时候 我们究竟要做什么呢 这些问题一概没有答案 只有含糊的 也许 可能 我得去问问 事实上 比利和B班的小伙子们 已经回来两周了 伊拉克战场的短暂胜利 弄得美国人都发了疯 像苍蝇似的 围着他们团团转 在这两周里 他们上了太多的电视电台 媒体 记者 好莱坞 激动得要尿裤子的民众 橄榄球 啦啦队 感恩节 烤得金黄的火鸡和土豆 这些美国元素 似乎打造出了一个安全罩 牢牢地把B班给罩住了 伊拉克的战火 在这一刻 离他们那么遥远 就好像是隔了一个宇宙 比利成了一大堆的食物 活鸡的美味让人惊叹 土豆的品种 多得数不过来 在这块上帝保佑的土地上 在美国的主流社会里 你可以文明地用餐和拉屎 在室内舒舒服服地 坐在抽水马桶上 拥有上帝赐予的最起码的隐私 而不是在野蛮人的荒漠里 在光天化日之下 任凭风沙像斗牛犬一样 咬你的屁股 比利突然意识到 这就是文明的全部意义 吃美味的食物 和得体的拉屎 俱乐部的一个客人走了过来 在桌边坐下 跟大家打招呼 他说话的时候 原因拖得很长 名字听上去像是豪维恩 这个豪维恩侃侃而谈 说他有个家族石油公司 公司现在拥有一项全新的技术 他自信满满地说道 你知道的 这项技术会增加国内的石油产量 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 我想 如果我们能够把自己的工作 做得更好 就能让你们这些年轻人 早点回家 这话说得真棒 如果他跟其他人一样 再说句 各位慢用 然后就继续回去 过爱国富翁的日子 那么这个话题也就结束了 可是他没有 他太贪心 还想从B班榨取更多的东西 所以他又问道 从你们的角度来看 你们觉得 伊拉克的战事怎样啊 从我们自己的角度 班长戴姆语气很是欢快 战争是一种极端情况 人们拼了命地想要杀死对方 不过 我没有资格评论大局先生 我只能够肯定地告诉你 为了置人于死地 而刀兵相剑 是会改变一个人的心智的 先生 郝伟恩严肃地点点头 嗯 是的是的 我可以想象 对年轻人来说 那是多么艰难 天哪 面对那么可怕的暴力 不 戴姆打断他的话 不是这样的 我们喜欢暴力 我们喜欢杀人 我的意思是 你们付钱给我们 不就是叫我们干这个吗 跟美国的敌人打仗 送他们下地狱不是吗 如果不喜欢杀人 那还要我们做什么 你们大可以派维和部队去打仗啊 你把我问倒了 郝伟恩笑着说 不过笑得没刚才那么闪亮 班长戴姆指了纸桌子 听着 你看到这些人了吗 他们入伍之前是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 可是现在 只要给他们武器和几粒能量片 他们就能把任何会动的东西 打得稀巴烂 是不是这样必班 大家立马高声回答 是 班长 戴姆哈哈大笑 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先生 他们都是杀手 很享受现在的日子 所以 如果您的家族石油公司 想要开采巴尼特夜眼里的那破玩意儿 没问题先生 那绝对是您的权利 但别说是为了我们 您有您该做的事 我们有我们该做的事 所以 您继续开采 我们继续杀人 郝伟恩张开嘴 下巴动了一两下 却说不出话来 他的眼睛 身陷进脑袋里 咕噜噜地转着 像是在找寻逃跑的路线 每次遇到这种人 几个回合之后 便高低自现 B班战友经验优势 他们才是真正打过仗 上过战场的人 他们已经面对太多的死亡 承受太多死亡了 他们闻到的 握着的 靴子踩过的 衣服上喷溅的 嘴里尝到的 都是死亡 这是他们的优势 在这个主战的人 都是胆小鬼 并且只会吹牛皮的国度 B班 总是手握 血淋淋的王牌 比利觉得自己需要透透气 太多的食物压在他的胃里 他站起来 在俱乐部外面 转悠了一会儿 看了看 代表了职业橄榄球队 四十年历史的纪念品 这不失为 麻痹大脑的好办法 哎 想不想找点乐子 曼哥也离开了餐桌 凑过来 悄声地问比利 站在曼哥身边的适应声 一脸坏笑 显然在打什么鬼主意 比利点了下头 跟着他们 一路穿过厨房 拐到一块室外的小平台上 平台藏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 是体育场的钢架外 多出来的一个空铁笼子 勉强够他们三个人容身 那个叫赫克托的适应声 递给比利一根大麻香烟 比利毫不犹豫地深吸了一口 适应声惊讶地问 你们不担心尿茧吗 曼哥摇了摇头说 就算被他们发现了 又能怎么样 把我们送去新拉克 比利笑了 这个玩笑的好笑之处就在于 它是真的 是的 B班赢了 B班击退了鹤枪实弹的叛乱分子 鼓舞了士气 为了展示一战成果 政府把他们召回国 在凯旋之旅期间 他们是英雄 是全美国的英雄 但英雄的时效只有两周 两周后 他们还得回去 回去继续挨枪子 曼哥也笑了 他冲着比利使了个眼色 继续说道 反正我们很快就回去了 适应声眯起眼睛 你们还要回去 骗人的吧 曼哥继续摇头晃脑地说 不骗你 星期六就出发 妈的 士隐生愤怒了 你们真的要回去 你们他妈的做了那么多 你们可是英雄啊 这是他妈的什么道理 你们已经完成了任务 他们为什么不能放过你们 曼哥笑了 那可不是军队的做派 他们需要炮灰 士隐生想了一会儿 说道 哎呀 这太不近人情了 不应该这样 哎 他们 不是说要拍一部关于你们的电影吗 曼哥和比利一起点了点头 适应声继续说 可你们还得回去 妈的 万一你们 呃 我是说 你们 死了 比利帮他把话说完 士隐生吓得转过头去 这时候 曼哥安慰道 别担心朋友 电影和我们 根本没关系 他的意思是 拍电影的 都是演员 不是他们这些士兵 两名B班队员都笑了 士隐生 也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感谢他们 没有因为自己 提到他们的死亡 而生气 香烟又传了一圈 此刻比利觉得 战争只存在于他的意识里 只是他脑子里紧绷的一根弦 一个空洞的概念 就像 田田圈中间的洞 时间不多了 他们该归队了 可是没有人想动 大麻烟烧得只剩下烟地了 这时候士隐生说 他在考虑 要不要参军 妈的 我知道 参军不好玩 可我有一个家要养 我欠着债呢 这年头 谁没有欠债 他耸了耸肩 毫不在意地说 钱根本不够花 除了当士隐生 我还有一份工作 可是两份工作 都没有保险 我想给我的女儿 上个保险 参军的话嘛 军队会给我六千美金 保险的问题 也能解决 他说着 看着比利和曼哥 又问道 你们觉得 我该去吗 比利和曼哥对视了一下 几秒钟之后 两人哈哈大笑起来 比利说 参军烂透了 曼哥说 没错 有时候我会想 我真他妈受够了打仗 可是转念一想 好吧好吧 退伍以后 等着我的事 难道比现在好吗 比如说 去麦当劳打工 然后我就想起 当初为什么 报名参军了 施营生点点头 我就是这个意思 反正 现在的生活也不如意 不如参军呢 曼哥耸了耸肩 三个人从平台上钻出来 往回走去 比利晕乎乎地回到队友身边 午餐早已结束 比班被请上了台 和达拉斯牛仔队的老板 也就是他们的东道主诺姆 并肩而坐 台下的闪光灯 咔嚓咔嚓地闪着 不知道是不是大麻的缘故 比利觉得自己的视网膜 已经被烧毁了 说不定还烧坏了大脑 东道主诺姆 开始对着记者们说话了 语气近乎炫耀 我相信 现在大家已经非常熟悉 比班的事迹了 在伊拉克战场 当补给车队遭到埋伏的时候 他们第一个赶去救援 在没有后背增援 和空中支援的情况下 直接投入战斗 敌人不仅在人数上占优势 而且为了这次伏击 做了数天的准备 他们没有去想那些 种种不利的条件 甚至没有怀疑这是个陷阱 他们毫不犹豫地去了 诺姆的情绪越来越激动 声音都沙哑了 他继续说道 多亏了 福克斯新闻的随军报道组 随后赶到 让我们能够亲眼见证 这群优秀青年 当天的英勇事迹啊 诺姆的嘴继续张张和和 但比利又开始走神 大麻香烟的劲儿还没过去 911 恐怖分子 警钟 自由 胜利 这些词都在比利的脑子里 飘来飘去 找不到出口 诺姆只是在作秀 她的口气和比利 这两周见到的政客一模一样 但是比利发觉 台下的观众似乎并不介意 大家对这种作秀无动于衷 想必是因为 美国人终日生活在 一刻不停的推销轰炸里 对于坑蒙拐骗和睁眼说瞎话 也就是各种各样的广告的容忍度 变得非常的高 在去战场之前 比利从未发现 原来这一切都如此虚伪 讲话的时候 诺姆的眼神 时不时地扫过B班的队员 比利看了诺姆一会儿 她眼睛里的某些神情 让比利觉得非常的熟悉 这种神情 比利在之前两周的 凯旋之旅当中 见过无数次 这个诺姆 显然也患上了 严重的B班病 这种后方热心支援前线的 螺旋圆虫 让托衣舞娘甘愿奉上免费的托衣舞 让球队老板心甘情愿地向他们敞开自己的包厢 送上免费的球票 因为他们很清楚 感谢球队 就等于证明他们是善良的好公民 不知过了多久 诺姆说了句 啊 这群优秀的年轻人 是货真价实的美国英雄 结束了讲话 他终于把B班端了上来 供记者们尽情享用了 问题一下子扑面而来 就像是腹肉上嗡地飞起的 一群苍蝇 每到一处 B班总是会被问起相似的问题 那里的食物怎么样 可以上网吗 手机信号如何 能收到体育频道吗 仿佛他们不是英雄 而是一群被反复盘问的战俘 接下来 一个记者问 那天在阿尔安萨卡运河旁 是什么 激发了B班采取那样的行动 哦 这个问题嘛 呃 是林安技术军士 第一个发现出事了 也是他第一个做出反应的 所以 我想应该由他来回答这个问题 班长戴姆 把问题抛给了比利 比利这才回过神来 该死 他毫无准备 那天发生的一切 彻底颠覆了比利的世界 但是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他逐渐意识到 自己将花费余生的时间 来搞清楚那一天的事情 呃 老实说 我记不太清楚了 我看见 施鲁姆布里姆中士 呃 看见他在那儿 被暴乱分子抓住了 比利慢吞吞地说道 他对自己的口才很没有信心 担心自己解释不清楚 他说 呃 很显然 我们不能做事不管 大家都知道那些人是怎么怎么对待战俘的 呃 所以 呃 所以当时我 我 我 我一定是想到了这一点 呃 潜意识的 呃 并不是清楚的意识到 何况 当时 呃 根本没有时间让你多想 真的 呃 我想是 平时的训练 起了作用 他并没有做什么 比利心想 一只手射击 一只手切断布里姆中士的弹药夹 解开防弹衣找伤口 这都是平时训练时做的那些事情 他只是非常快速地完成了 然后 他就成了英雄 比利觉得自己说了很久 不过总算结束了 大家点着头 露出感同身受的表情 所以他觉得自己的回答还不至于太蠢 可是这些人不肯放过他 有人又问比利 今天奏国歌的时候 你会不会想起战友 布里姆中士 比利顺着现场的气氛 和记者的意思回答 哦 会 呃 当然会 他自己听着都觉得可憎 几乎每次讲到战争 都一定会亵渎 关于生死的终极问题 比利觉得 如果要认真地讨论这类问题 就必须用几乎祷告的方式讲话 不然就闭嘴 什么都不要说 相比对着国歌抽搐 悲喜交加的哭泣 救赎的拥抱 沉默 才是更接近真实的体会 可是 现在他不能这么说 更不能真的沉默 大家都在看着他 等着他 在沉默变得尴尬之前 比利勉强补充了一句 我想 我们都会想到他 为这团冒着热气的 巨大的赶上奋求 天上最后一勺 诺姆满意地看着比利 这句话像是个信号 宣告着 毕班这盘大菜 再也咀嚼不出什么滋味了 于是他站起来 宣布记者见面会 到此结束 跟我来 朋友们 他冲着毕班 咧开嘴笑着说 在球赛开始之前 我还想让你们 见一些人 这些人长得人高马大 俨然是什么新物种 这些放大版的人类 脑袋有啤酒桶那么大 脖子像红杉木那么粗 胳膊上鼓起的肌肉 像垒球一样 此刻 这群巨人 正温顺地等着 他们的老板 诺姆发言 好 让我们像英雄 致以牛仔队 最热烈的欢迎 诺姆热情洋溢地说完 球员们便听话地 抱一掌声 毕班每个人手上 都拿着一个球 工作人员还给美人 发了一支笔 方便他们 找球员索要签名 比利拿着球 顺着柜子挨个走过去 球员奥克塔维安 已经穿戴好了 正安静地坐在 自己柜子前的椅子上 他接过比利手里的球 画了两笔 又把球还给了比利 牛仔队队员 似乎想说些什么 他看着比利 搜长瓜肚地找词 你们 上过前线吗 你参加过战斗吗 比利点点头说 是的 我参加过战斗 听到他们的对话 另外两名球员凑过来 他们仨交换了一下眼神 继续问比利 说真的 老兄 你真的杀过人吗 就是 你开了一枪 他就倒下了 你这样干过吗 干过 比利简单明了地回答 球员们互相看了一眼 一瞬间 比利觉察到 他的话 让这些巨人都来了兴致 其中一人问 那是什么样的 是什么感觉 比利咽了咽口水 这是个棘手的问题 这问题叫他内心低血 没什么感觉 至少 当时 没有感觉 他干巴巴地回答道 希望赶紧结束这个话题 然而更多的球员围了过来 他们七嘴八舌地问道 你都带些什么武器 他们给你们配刀吗 哎 朝人开枪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比利笑了 倒不是他觉得这些问题可笑 事实上 他什么感觉都没有 他不知道 没有感觉 算不算一种感觉 还是根本不算 比利回答道 就是 干掉他们 球员们倒吸了一口气 有人呛地咕弄了一声 像在咬着什么 甜蜜多汁的东西 终于 一位助理教练 在门外大声喊道 哎 还有两分钟 比利觉得自己该走了 但几名球员相互看了一眼 拉住了比利 球员奥格塔维安 压低了声音说 是这样 我们想知道 我们 那个 我们也想像你一样 干掉大事 你懂的 干掉几个叛乱分子 你觉得能行吗 比如 我们跟你们一起 待一两个星期 给你们帮忙 帮你们 揍那些家伙 哎 我们愿意这么做 比利看得出 他们确实愿意 他们想去打仗 奥格塔维安 继续恳切地说 我们帮你们 嗯 免费帮忙 不用付钱 我们不要钱 比利知道不能笑出来 他只是轻声说了句 我觉得 部队对这个主意 不会太感兴趣 噓 别让别人知道啊 我们只待一两个星期 没有人会知道 我们在那的 我们给你们帮忙 还是说 你们不需要帮忙 比利说 我们当然需要帮助 但如果 你们真的想帮忙 那就 直接参军呢 军队会派你们去伊拉克 球员们哼了哼鼻子 嘀咕了几句 同情地看了比利一眼 奥格塔维安说 哦 那就算了吧 我们 要工作 他特意强调了工作一词 他又调侃道 我们在这儿有工作啊 你以为 我们会抛下工作 去参什么军吗 众人大笑 嘴里发出小声的 虚情假意的尖叫 走吧 奥格塔维安说 摆了摆手 让比利离开 走吧 比赛要开始了 比赛开始了 但比利的心思 却全然不在比赛上 中场秀 终于有了消息 比利对此焦虑不安 士兵的直觉告诉他 天大的报应就要来了 两个星期的活动 出奇的风平浪静 什么意外都没有 所以凯旋之旅的高潮 自然甚至必然是 在全国的电视上 溜人现眼 毕班被一群极其紧张的助力 推进了后台一个乱哄哄的 待宰兰 一个穿着极西风雪大衣的 瘦高女人 把毕班从人群当中拎了出来 他叫大家围拢过来 像狂风里的水手似的吼道 好了 我们要带你们去后台准备就位 然后等收到信号 你们就出场 沿着台阶走到中间那层 你们会骑步走吧 就像这样 他模仿起了军人 昂首阔步的样子 又继续吼道 到了中间那层 就向左转 骑步走 找到紫色的十字插标记 一人一个 听到没有 一人一个 找到自己的标记 然后转身面向球场 稍息 毕班的小伙子们点了点头 全部默不作声 天哪 这太傻了 洛迪斯咕弄道 不过女助理假装没听到 毕班应付得来 当然 哪怕此时此刻 他们看上去都不对劲 太多人跑来跑去 太多吓得暴秃的眼珠子 空气里弥漫着 埋伏的紧张气味 却不能够靠杀人来释放 烟火师在他们左右 不停地发射 讨厌的小火箭 吱吱的声音 就好像是火箭炮弹 有人把比利 推上了狭窄的通道 到了出口处 又把他拉住 背景强摆 喧嚣声震天动地 此刻 比利真希望回到战场上去 至少在战场上 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他受过训练 知道如何应对 也不会有该死的全国观众 看着他 看他会不会出丑 一支军乐队 连蹦带跳地 从比利眼前走了过去 然后是半舞 比利只看见一团模糊的皮肤 和旋转的各合金 接着 穿着连体紧身衣的 高中体操队队员 跳起了热辣的扭臀舞 最后 比奥斯抬头挺胸 昂首阔步地走了过来 迪斯克灯光亮了起来 舞台夹层间 射出一道道蓝色和白色的光束 紧接着 舞台刚架上的灯也亮了 所有东西 一下子都跟着闪烁起来 如此劲爆的声光效果 早已远远地超过了 感官附和的极限 让人脉搏狂跳 癫痫发作 视网膜破裂 大脑荷叶被炸成毛虫碎片 突然一声巨响 所有人都吓得往后一缩 后台不知什么地方 发射出了一颗颗照明弹 这些照明弹升空以后爆炸 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 好像流线弹散落在麦田里 一声嚎叫 卡在了洛迪斯的喉咙里 比利低声地说 没事没事 没事 烟花而已 洛迪斯笑了起来 大口地喘着气 比利的另一边 克拉克看上去又湿又冷 脸色很难看 如果你想在黄金时段 看到士兵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那今天这阵势再合适不过了 不过 今天B班能够挺住 嗯 没错 就算他们瞳孔扩大 脉搏和血压飙升 在压力下分泌出的大量皮质醇 导致四肢颤抖 没事 不要紧 他们的屁股还夹得紧紧的 B班不会像越南老兵那样精神崩溃 这时Beyonce登上了阶梯 没走几步就停下来 回头抛个媚眼 走到B班所站立的这层时 比利连大气都不敢喘 感觉身边有一股热浪袭来 他站了多久 比利就站了多久 但他一走开 比利立刻抬眼看着天上 然后干脆微微地昂起头 更全面地感受此时的天气 动鱼刺痛着比利的脸 可他没有眨眼 任由鱼血打在脸上 雾气般的冰茬 像密密麻麻的针 洒落在他身上 接着 动鱼好像悬浮在半空中 比利飞了起来 穿过鱼血 朝一个充满希望的无名之地飞去 周围的一切都在后退 比利感到幸福 自由 眼睛刺痛 是因为他在全速向上 他感觉自己摆脱了 物理学定义的速度 正身处未来 比利就这么站着 冲向未来世界 直到有人拍他的肩膀 说 中场秀 结束了 那些闪光 爆炸 包裹在亮片景深衣里的 扭动的肉体和比奥斯 瞬间就从球场上消失了 仿佛刚刚的华丽和盛大 只是B班的一场幻觉 工人们涌上舞台 开始收拾东西 将这场盛宴 拆得是七零八落 可是没有人来接她们 B班聚在一起 按照指示 等着那个戴俄国军帽的女人 然而 她们似乎被集体遗忘了 她们被困在原地 傻乎乎地站着 头上还留着刚刚发射烟火时 落下的碎片 比利林恩的演出 就这样结束了 短短二十分钟的中场秀 对比利来说 却是艰难而漫长的中场休息 观众们 关上了电视机 士兵们 也必须重回战场 好了 这一步漫长的中场休息 咱们就分享到这儿 细细想来 作为一部反战小说 结局十分的荒诞 所有狂热的 支持战争的人 都回归了安全和平的生活 认清了这场战争的 罪恶与不义的比利 却不得不回到战场 更为荒诞的是 比利是这些人中 唯一一个想要回到战场的人 是的 战争烂透了 但这种虚伪浮华的 被人当成道具摆弄的 中场休息 才是比利真正的噩梦 或许这才是本书 想要表达的核心 他点出了许多人 不肯面对的现实 有时候 那些被人们捧上高位的英雄 有多少只是人们的一厢情愿 只是这种一厢情愿下的 被逼无奈呢